现在为您介绍这一台 是2018年的Golf GTI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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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 因为今天我们现场有小猫 我讲话小声一点 我们不会那么嗨好不好 要不然我怕晚上那个老猫要欺负小猫 五大郎的烧饼 那叫五大郎的烧饼 真假的 好吃吗我还没吃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没有收到他的钱 我只是单纯觉得好奇 来我处理一下 这个是什么 皮蛋 这个没有收钱的 不过那个 如果下次有东西希望我吃播也可以 私讯一下粉丝专业 那我礼拜三 必要的时候我加开也没关系 干爹的力量如果够大的话 这个是猪血糕 他有撒花生粉 还有皮蛋 然后香菜 我这个人我跟讲 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优点 我的优点就是使命必达 想做马上做 呵呵呵呵呵 猪血糕啊 口味的披萨 我第一口吃到皮蛋 好怪喔 皮蛋跟面皮好像不太搭 不要猪血糕了 好噁心喔 欸我这样会不要告吗 应该不会吧 我自己吃的感觉嘛 对不对 喔还要加冬玄喔 看会要冬玄在楼上 可是他整个味道就很怪啊 其实我蛮喜欢吃香菜的 欸 我统计一下线上200多个朋友喔 你们喜欢吃香菜 帮我打加1好不好 不喜欢帮我打减1好不好 我要统计一下是喜欢吃香菜的多少 还是不喜欢的多 我是加1的啦 我喜欢吃香菜 有啊我上次 我们上次有吃那个油饭嘛 油饭披萨我有吃 种植披萨 欸其实加1的蛮多的耶 加1没有人减1耶 你要减1的吗 有啊有减1啊 我有说不错是无配 加1压早信正义耶 爱吃的其实比较多耶 我老婆是减1我去加1啦 柯P也是减1 那剩下的给 泰山小宝贝跟泰哥 大家晚上好 大家接下来还是不要乱跑啦 因为现在疫情还是 虽然人数变少了 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 尽量不要乱跑好不好 因为我刚刚看到 昨天那个双联夜市开的那个人潮 然后那个上个礼拜的 那个各大高速公路塞车 景点塞车 风景名甚至塞车 我就我就很担心 反正我们这种 大家会讲嘛 你们这种商人最希望 不要有疫情才会有办法赚钱 我现在其实很尴尬啦 真的 一方面我担心大家这个放松警戒 当然放松警戒很好啊 因为大家都会跑来买 买车啊 可是我一方面又觉得说 这样子大家会很担心 担心会更严重 真的啦 这个还是要呼吁一下嘛 因为我们虽然不是什么 很直播的大台 那至少我们这个几百个人收看 也是呼吁大家不要太过松懈 因为还是蛮危险的 尤其像我这种有年纪的 也有点危险 那这个礼拜 跟大家已经蛮多网友 有传讯息给我说这个 你们也可以去看最近有一个健身的网红 说有买一个M3的事件 然后希望我说明一下 我大概讲一下好了啦 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 可能有人不知道 对对对 有人知道就是那个Tao嘛 他是健身的 他之前有跑力宝 他对车好像也蛮有兴趣的 他那个大概的事情的状况是这样 他就是他自己开 本身有开了一台M3 然后他本来是要拖他在南部的一个朋友 他南部一个朋友说 刚好说车行那边说有朋友也在找M3这个车 那他当个中间人就介绍 后来讲好价钱之后呢 他就把他的M3从台北配到南部去了 然后因为说什么 他那台车的贷款还有两个月才会买一年 不然会有违约金 所以对方就跟他讲说 是不是在等这两个月 过去之后再帮他结清贷款 帮他卖掉 后来他就等等了两个月 这两个月期间 他就一直收到汽车的罚单 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怎么还没有过户 还没有结清贷款 还没有卖给人家 怎么车已经在开了这样 对方当然就一直道歉说 我会帮你把罚单处理掉怎么样的 反正到最后就是时间都过了 然后对方还是一直拖 说要帮他结清贷款也没结 然后车子还陆续都一直有 有人在使用 有停车费 有违规的什么的 最后才发现说原来对方从头到尾都没有帮他卖车 他把车拿去之后 听说把他拿去租给人家 然后对方租车的就乱开 就被开罚单什么的 拿去当铺 不知道拿去当铺还是拿去租人家 不管 反正那个车最后是没有一个正常的买卖 然后反正他最后想办法把车弄回来 结果车前后保桿也都被撞得乱七八糟的 现在正在走法院 大概整个情形是这样 这很单纯他信任朋友 他信任朋友 他说他朋友刚好在可能外面欠很多钱 所以刚好在经济困难 所以他才会一连串的去骗他 说什么要结清 最后车子把他拿去换钱什么的 之类的 这些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单纯的这样 但我在里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实以前二手车行的 二手车行有一些 他不算诈骗 像以前有一些车行 他到了他快倒 有经济的困难的时候 大部分都赌博 那外面欠很多钱的时候 其实以前就很流传的一些同行的一些 通常都是同行骗同行钱 因为我们这行是这样 今天假设我跟阿呆 阿呆是一间不同的车行 是同行 我们通常我们的交易都是电话中把车况谈定了 谈定了之后 这个好拿来这50万 我就说阿呆那这50万这台车给我 那阿呆可能就会先把车给我 那我就会把50万给他 你会说我拿到车了 但是我没有车的资料 对不对 那资料通常他们都会说后补 因为资料是客人那边可能还在清贷款 可能这个客人那边资料还没有收齐全 所以通常都是他车来 我就直接给他50万 那资料等阿呆跟客人收到以后再补给我 大概通常之间买卖都是这样 那长期习惯了 但有一天我如果不知道阿呆在缺钱了 那他是不是有可能 他们会做一件事 就是一车两卖一车三卖 就是先把车子给我拿了50万走之后 再把车子的资料拿去卖另外一间车行 那另外一间车行就变成说 我有一台什么车好50万 那我资料已经先跟客人收 那客人在等交新车 那等到这个交新车的话 我车再交给你 所以呢另外一间车行就等于他只拿到资料 没有拿到车 因为车在我这 所以我这边50那边50 光一台车的车壳跟资料 他就可以先拿100万走 那通常这些通常要跑路之前 他就是每天在做这些事情 有点类似那个股票融资 Double用双倍 那最后就跑 跑去大陆跑去哪里 大概就是这样 这以前在这个行业也发生过蛮多次的 因为有时候大家配合久了 有很多同行都是十几年以上的交易的时间 认识这么久了 然后都有在做生意 大家都有一个互信的原则 所以很多东西都随随便便 真的啦 你像我这边目前做到现在也有很多的同业 他买到一些车 他就二话不说直接开来就丢着人就走了 他也不拿钱什么都没有 他知道这个车是我会卖我有兴趣的车 他就车开来我店里丢着然后就走了 那我可能我也不知道 我可能有一天我回到店里 我就问员工说那车是什么 我说那个是某某董事长开来的 我说好 我知道 那我就跟他联络 他就跟我讲说小诗哥 我有开台什么车去你那边 那个之后资料再给你 然后或是钱 反正大家都随便 所以有时候不管什么行业 做生意到最后其实基于一个信任 然后我们做人有到那边的水准 人家才敢这样 车都开来我这边丢 都不怕不见 都不怕我跑路 都不怕我倒 所以我们做生意是这样 我们不仅对消费者诚信 我们对同意也是要诚信 这个人面会越来越广阔 车会越来越多 我个人才会越来越多 生意才会越来越好 所以很多快跑路之前 都会利用大家的信任去做这事情 所以这个很危险 所以大家在投资做生意 还是要注意还是要小心 真的 周遭很多人都会问小诗哥说 小诗哥你们做什么投资 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了 我从来我也不做投资 因为最好的投资是自己 你要把钱拿去叫人家帮你赚钱 你为什么不自己想办法赚 也不一定要把他赚钱 对不对 你投资自己这个让自己更好 让自己过得更开心 对不对 那也是一种投资啊 不一定赚钱才叫投资啊 大家都以为这个要赚钱才叫投资 也不一定啊 Selica怎么还没影片 就是那个啊 Selica我的大包都买好了 可是现在那个修理厂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产能蛮差的 我很多车都有陆续在排啊 像我们本来Saba也安排要回 我刚才我爆雷没关系管他去死了 本来我们安排Saba也会去商户拍啊 可是都是因为疫情 所以全部都打结了 都卡住了 好不好 所以其实大家这个敲完要看影片 我们也陆续也一直在努力在弄 投资自己最实在是真的啦 这个要跟大家好好做一个分享 再来一个就是像你看我的生意 我也都是独资的 我也不喜欢跟人家合资 因为我觉得 谈到合资谈到钱 那通常问题都有很多 而且我的个性消消 你知道我哪一天我哪一车我想要花10万 是花20万整理 那这股东不会愿意嘛 除非我找到一个 能够这个包容我这种 疯疯癫癫癫的个性的股东 要不然大家基于一个赚钱的投资的原则 没有人会允许我这样疯疯癫癫 想干嘛就干嘛 CA9进度如何 一样啊一样整理中 一样整理中 都还在拍都还在拍 一直持续在拍 大家可以放心 我跟你讲最近 浏览率也不好 订阅率也不好 所以 我在想是因为太久没有翻修影片 所以现在正加紧在做一些翻修影片 包括300c也在翻修当中 一次 同时有四五台下去进行 我也希望说这个 可以再创一波的流量 希望大家都喜欢这一种 翻新的影片 好不好 要不然最近我已经撑不住了 每部片都是靠我在那边打嘴炮在那边撑 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大家也会看腻 大家看我这个老脸皮也会看腻 大家也想看他车子翻新的 对不对 看一下我们的成就感 我们的这个让车子不一样的改变 颜色 没有啊 CA那台雅歌的颜色 我们之前其实投票过 已经通过了 就是86配色了 我们之前在YouTube的社群 我们已经 已经有投过票了 他就是86配色了 虽然我知道这个是很 会很多人觉得很像 糟蹋在车 或者是说不符合他的精神 因为毕竟86配色是Toyota的 但是我们既然投票了 就真的是以投票高的 为原则下去整理 好不好 所以也不要有太多想法 反正改车是这样 改车都是 大家都是朝自己喜欢的 角度跟目标下去整理下去改 所以你送就好啊 你要把特色改成136 对不对 也OK 你要把smart贴一个宾室的logo 也OK 你爽就好了 很少看到说油电车 有啦 还是有啦 主要是我对于油电车的标准 蛮高的 因为我跟你讲 跟大家分享好了 他一个电池大概是5万到8万左右 大电池 以Toyota为主 Lacers为主 我收到ToyotaLacers的油电车 我遇到的时候 我会先去问说 我先看他里程数少不少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我会问他说 你大电池什么时候换有没有换过 问完之后 万一答案都不是我预期的 可能他里程又很高 可能他电池又没换过 基本上我也不会想要买 而且第二个再第三个是 我在收的时候 我都会把大电池的钱先预留进去 所以很难买得到 那当然我认为是这样 我既然要卖这个车 我当然要替客户把这个钱先抓起来 不管是为了我多赚也好 或是不管是为了我的客人买回去更安心也好 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个预算抓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 对不对 所以其实是有原因的 小师哥好像没卖外汇车 对我不卖外汇车 我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遇过几次 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觉得这没什么对错 我跟大家分享好了 因为我一直不想分享这个 我觉得会得罪到一些 卖外汇车的同业 跟大家分享之前 我还是要解释一下说 我是以我自身的经历为分享 并不是要去破坏别人的生意或是什么 我自己遇到几次状况 我之前分享过 我再分享一次 第一个就是说 之前我卖过一台C-Class 那他其实C-Class有做过高田气囊的原厂召回 那回去之后我客人上官网查 德国的官网查 有查到说他的车身号码其实是有在召回名单里面 所以他就来联系我 那我就好 我说好我就帮他联系的原厂 那我跟大家分享我当时联系原厂的态度是这样 我说这个车是外汇车 但没有关系 就是说这样的召回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在你们做 因为你们这边做 因为我们这个是有在德国的名单里面 那如果不行的话也没有关系 就是说看自费 如果这个费用是多少钱我来出 因为我卖给客人这个东西 那我也希望说他不要有安全气囊 好像会出什么问题的这个疑虑 所以如果要自费的话也没有关系 我这边会处理 那后来我问了两间经销商 他们的态度都是一样的 他们说这个没有在 在他们台湾这边是不在名单里的 所以他们这边他们意思就是 爱莫能助 没有办法处理 那我说很奇怪 今天我也没有拗你说不用钱 那我觉得要我愿意自费 你总是给我个金额 对不对 你报给我说这个气囊 如果更新的这些项目 如果太贵 我花不下去是我的事情 可是他们连报价都不愿意报价 就直接说这个他没办法做 所以后来我就请客户行闻到德国去 那现在一直也还没有得到什么答复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外汇车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种无力感 然后第二次就是我的SL55 记不记得大家 如果有大家看过我的SL55 那来我不是在当初那一集 我是不是有讲到他那个SOS的案件被小朋友悟触了 前车主有没有 被小朋友悟触了 所以那个SOS灯一直亮着 仪表一直亮着 好我想要把这个SOS的灯这个消除掉 那我就回了原厂 好了原厂弄一弄说 这个我可能要帮你重灌电脑 他要我们签一份切结书 说如果他重灌电脑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造成电脑损坏 如果电脑损坏 我们要自己负责 因为你这台当初是外汇车 好我先与其这样讲 第一个我销电脑我也没有不愿意付钱 这是第一个 那我相信说今天这是一个道理 就是说不管我这个车是不是在你这边买的 好你假设你是个外厂 我现在给你销这个电脑灯 你为了销这个电脑灯 把我的电脑烧坏掉了 你帮我复原是合情合理的吧 你懂我意思吗 我没有拗你不用钱 我要付钱 因为这车早就过保了 SL55那零几年的车早就过保了 我没有不付钱的意思 就很像今天我家里在漏水 我请你来抓漏 抓漏 结果你抓漏把我抓到整个旁边都崩下来 然后叫我要自己负责 这样对吗 我流鼻水去看病 结果妈把我弄一个腿断掉 你不负责 不是很奇怪吗 当然我觉得其实是合情合理 今天我们换一个商人的角度想 虽然宾市号称全球保固 我是台湾绩销商 你车又不是跟我买的 然后你要回来叫我帮你修 我也不愿意 我买你车我也不贪到钱 用什么你叫我给你修理 我是觉得这样也是合理的 就是他们没有赚到这个钱 然后你们这些外汇车进来 再跟我打对台 卖的比我便宜 老师在那边宣传说 总代理的配备没有我好 对不对 我这个一年而已折了一两百万 对不对 谁干嘛买新车 何必买新车 那当然我是总代理的话 我当然会很不爽 你去外面跟别人买 买完以后 你再回来找我修 如果是我 可能我百当也没看 可是我倒觉得说这个问题应该是 总公司跟经销商必须要去 协调好的一个部分 对不对 如果今天我是兵士 我当然我会去找德国 讲说你现在这种状况 请问一下 如果他回来保固 我给他保固 我是不是可以跟你请款 之类的 你要怎么算 你要全球保修 OK 那你要怎么跟我算 你总公司跟我们经销 你要怎么算 讲好嘛 我也可以让你启动保固 对不对 你来台湾你卖外货车来 好啊OK 我是总经销 我代理商 我也可以让你启动保固 那问题是 我要跟总公司怎么算 你总公司要给我什么好处 当然我觉得这很复杂 可能也没有想到那么简单 可能也没有想到那么简单 可能对他们而言 这有一连串很复杂的问题 但是我只是很单纯 如果要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想的话 就都是兵士的车 可是对经销商来讲 并不是他卖的 大概是这样 反正最后那个SOS灯 我也不是在原厂弄的 因为他讲的 好像我电脑会烧掉 我也不敢在那边弄 我就到外厂 请外面的工程师处理 但泰山说没很贵 我就是弄了大概 一个小时收几千块这样 好我们就外厂弄 人家也没有吓唬我 说电脑坏掉不干我事 好那我们今天到外面 对不对 妈修刹车皮先拆坐垫 你坐垫把我拆掉了 你拆坏了 你也是要负责帮我装回去装好 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反正都会有那种免责条款 感觉很像你去看医生 有没有 他说这个手术 你要先签一个死亡切结 对不对 我这手术如果万一这个过程中 你挂掉不干我事 好我是要本来要帮你医病的 好不小心把你弄挂了 不干我事 你先签名同意书先签 好 好 免责申名是一定要先签 可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很可怕 我来这边弄一个条纪 你叫我签一个 他死掉不负责 脸烂掉我不负责 那我也很烦怒 我感觉签下去我会死的感觉 你知道 有没有那种感觉 没签没事 只是动个小手术 没签没事 妈那张推到你面前 你就觉得干签下去 我是会死掉 然后再加上可能我跟一些同业的朋友在聊 的确有一些 有一些是说 反映说 有时候他们回去是OK的 那有一些同业也是表示说 会遇到一些刁难这样 反正这个东西各说各话 反正大家就自己做一个 自己做个评估 那我只是跟大家分享说 我自己亲身遇到 然后所以我不卖外汇车的一个理由 那就因为发生这些事情 我会觉得说 我来卖这个车给我的消费者 我觉得不太放心 我倒觉得买外汇找谁 不是找谁的问题 主要是原厂的态度 他的态度如果是不想要 他想要抵制你这些卖外汇的 或是想要抵制你这些 抢他生意的人的话 你谁也拦不住 你跟谁买都一样 所以我是觉得说 因为反正我本来就不是卖高级车的 所以我少卖一个外汇车 应该对我来讲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我也很坦白讲 我自己 我是可以卖外汇车的 那我也有外汇车的资源 我今天我如果想要 赚外汇车这块的钱 我坦白说是真的不会太难 以我现在的 不要说知名度 就以我们现在招牌 大家对我们招牌的信赖 我相信我要卖一些外汇车 应该困难度 不会是那么高 那只是很单纯 我觉得我不喜欢 遇到那种无力感 我常跟大家分享 钱能解决的事情 就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 所以让我遇到说 我想要付钱 还没有办法解决 那重视我就觉得 它是大事情 对不对 那个气囊 我自己想要花钱去解决这件事 他却不愿意协助我 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 钱不能解决就是大事了 就会有一种无力感 Lazers跟Infinity 没啥外汇车 因为在台湾的折价就够大了 那在美国那边 买了再运进来 算一算不划算 我跟你讲 很多车子 如果你觉得说 为什么台湾没有这个外汇车 很简单 对于商人来讲很简单 就是车进来到台湾没有利润 没有钱可以赚 所以他不想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就很单纯 他还有一些 马力比较大 排气比较大 有可能是验车会验不过 大概就这个问题 不过我觉得 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没钱赚 没钱赚就没有人想进 好啦时间差不多了好不好 今天的这个 直播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教你吹笛子 干听起来很怪 你要不要来我家 我教你吹笛子 干那听起来怪怪的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